老花一美瑞达回答一下出门的眼望问题 第一个这么热 你看我这个百合竹还能救吗 能救是能救 你先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你这个是水多 导致它烂根从上面咕噜咕噜掉 把那些个干枯的这条剪一剪 上面给它裹点保鲜膜 就是你剪到那种绿绿的伤口位置 稍微裹点保鲜膜 然后它自己灯再鼓出芽来 我之前收过一个花瓣 一个千年木 就是又给它养出芽子来 给它寄回去了 现在你那个上面太厚了 挖出来一部分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盆子太深 容易出现闷根 所以说就会烂 一闷就烂 没有氧气是不长根的 再一个呢 把花瓣稍微垫高几厘米 你找点那种小砖块之类的 给它垫起来点 浇水稍微注意一下 你像在室内的话呢 这么大的花瓣的话 一个月浇个一两次就够了 也就懂这个事就好 记得剪完之后 国安保鲜膜呢 用点杀菌药 等到下次该浇水的时候 往盆里边用一点 好吧 别的没啥了 像这么说 这种富贵族净感已经全部黑完黄黄了 还能救吗 黑完黄黄了咋救 救不了啊 因为我大救的去世好几年了 老板一定给救活 救不活 那我能烧根香行 拜拜吧 救不活了 这把节哀 所以的时候跟华文明说 我不是说这种商品不好 这种是一个很好的商品 很好看 但是大家要真想养花的话 我建议大家一个盆里边养一颗 好折腾 你就跟这样一样 你看一个盆里边好多颗 万一死个一两颗 你怎么办 难受 懂得是就行 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 臭包 像臭包 麻烦问一下这咋回事 这咋回事 你把 你种的啥玩呢 你也不跟我说 这茶花嘛 你什么地标也不说 地灾的什么品种也不说 你就逛逛我看 咋回事 如果在北方种茶花的话 告诉你 臭包 不好意思 基本是养不活的 咋回事 老师你给我讲 我就跟你说 我把我大救子放月球 它能不能活 不是我大救子生命力不行 气候不适应 有的话说我建议把你大救子放到火星 二百多度去干啥 成灰吗 懂得是就行 下次你们再提问一些个问题的时候 尤其是地灾的 你要提供一下地标 种的什么玩意 种的哪了 不是拍一个照片看看咋了 我看着要改了 要改了 好吧 懂得是就好 没开玩笑 瞎这么说 你看这四季贵咋回事 当然买回来三个月 你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把托盘里面水给它倒掉 让它有点氧气 能够透气 你垫了头力不要紧 你打孔在那的 还需要光照跟通风 你看我给你打个比方 别给你打比方 一打比方又跟骂人似的 反正就这么点事 还是说通风有点差 好吧 有点积水无根 只要是发黑发黑的那种干尖 就是有点烂根 你打了眼没用 用我大舅子搅气 我说我给他买了个洞洞鞋 还垫了个鞋垫 为什么还是烂 他不洗脚 他不透气 懂这事就行 简单一盖它 这个就是透气性还是不够好 浇水还是有点多 下次注意了 表面土挖出来一部分之后 等到下灰该浇水的时候 用点杀菌药 再用点反肥水 浇水干湿循环 下一个月我说麻烦问一下 我的垂丝墨里 这样打卷是咋回事 你这样打卷 你拍个整体嘛 你跟多肉养一块 我估计是汗的 你看 你也不拍个整体 你看我们这垂丝墨里长得多好 一片一片的 扔在这也不需要很多的光照 下回拍个植物的整体 你得修剪 很多话有问怎么修剪 你看我们剪的话 如果说像这种 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剪了 要把下面的这些 全部给它撸掉了 撸掉之后 就这种感觉 下面不让它长得很多 上面也不会让它过分的 长得过分腰衣 我们会给它掐尖 掐尖之后上面就长壮 就会成为棒棒糖 就那种高高的那种感觉了 拍个整体啊 臭包 看不到整体 你光让我看叶子的话 我啥也看不出来 对吧 你说话 这咋回事 你哪那么挑剔 好 我给我大舅子看病 我剪一扭头发 我大夫你看 我大舅什么毛病 能行吗 像臭包说 这牙顶变黄干燥 啥玩了 这有点缺水跟缺肥 这猪顶红吗 还是养的啥 有点缺水缺肥啊 感觉 加一下水肥 好吧 你在外边的话 现在气温高啊 总球内的表现都不是特别 哇塞 干了之后记得浇上水肥 别那么啥 这不挺好的吗 养的 要不做就点个赞 前两个问题 视频上留言 我这的话一年 最任意 白了手包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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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